好 大家好 大家好呀 暗黑破坏生4罚售了 然后我们玩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商店 仔细瞧一瞧 然后它这是卖的方式 可能跟大家想的 可能有点稍微不一样 不是说什么我买武器 就只买一个武器 不是这样 首先它都是以这么一个套件 套件形式卖 所以用这种套件的形式 你买一个可以拿到好几个 对 你可以觉得 我只是买这一个 结果它附赠了两个东西 你也可以这么想 或者是我只想要一个 但是被强卖了两个 所以才会这么贵 只买它的话可能更便宜 或者你也可以这么想 你也可以这么想 这就取决于你怎么想 不过每一个套件 它不是随便把几个东西 捆在一起强卖的 而是有它完全的一个主题 比如这个是亚瑞特熊狮主题 有专门这个套件的 关于它的说明 它是以狮子熊狮为主题的 这么一种套件 我的评分是6分 还行吧 还有它的专属武器 哦 这是剑有点帅 武器 武器 两把 重武器 一个轻武器 长柄武器 和双手剑 有点帅 当然这些都只是皮肤 不会有额外的什么 这个属性加上什么的 还有一个它的专属纹身 这也是狮子 是吧 是不是狮子主题 应该是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巨熊图腾 这个是 应该是以熊为主题的 是吧 这个看起来也像围巾 真好 这些勇吻的战士将大宋 灵魂带到大甘园的严谷土医生 也是有背景物质 它就没有文学 它这个东西 它的话 它这个套件里面就纯粹 只是衣服 只是防具 没有乳器 当然这样的话 它这个价格应该更便宜吧 是吗 前面的是2200是吧 是是是是 这个又是一个熊狮 但是不一样的熊狮 配件 熊狮 对 非常好 这是首先一个挂在背后的配件 并不是说你挂上这个 你的防御率就变到 不是这样 只是好看而已 都是一些装饰品挂件 就800银币 800白金币 送你三个装饰品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专属表情动作 花钱买的表情 开战 叫开战 然后这个是你的专属墓碑 骄兵必败 是吗 就是 你要被打死了之后 还有那个盾呢 所以盾的作用是这个 就被打碎了 所以盾死碎了 哈哈哈 就你可以时不时 以你的死亡啊 时不时能给路人 给他们一些惊喜 是吧 有个人 哎 这个人怎么跟别人死的不一样 你死了之后啊 有人路过啊 就能给他 让他观赏一个 狮子灵魂 然后我们接着看德鲁伊 德鲁伊 选得好 他是荒野中的守望者啊 这种套餐啊 他说这个套装啊 穿上这身服装是为了能更加融入森林和山丘之中 和当地的洞子就融为一体 所以你要好大的脚啊 这个 就你蹲在草丛里谁也看不出来 哦 雪淋淋的有那种保护色作用吗 可是雪淋淋的其他动物就看了之后就觉得不好惹 就假装看不见你 我们再看这个沉默的宝藏 难以 看的话就是视频上配件 啊 这是海洋啊 海洋里面沉船为主题是吧 嗯 背上了一个挂饰啊 就这个这么大的毛啊 然后 浪潮高涨啊 又是一个专属的表情啊 哦 又踩他又踩水坑 踩了个水坑 那种下雨了之后熊孩子们 是吧 踩在道路上的那些水坑玩的 那种表情啊 有点不配你的名字 啊 然后是 又是一个专属墓碑 别说这个墓碑有点帅呀 所以 就是如果很多人买的这些的话 比如说打那些世界boss的时候 不是会有一堆的聚在一起吗 那开战之前 可能大家就互相会用 专属的表情 来互相玩耍啊 或者是 打boss之后 进入战斗之后 地上一片 一片尸体的时候 一片岛的时候啊 可能 能看到琳琅满目满屏啊 各种各样的墓碑 然后下一个 又是一个海洋为主题 海洋继承者 那就是说 买这个海洋继承者 套装 房具 嗯 再买一个 这个沉默的宝藏 嗯 这个配件套件的话 可能 就是生生死死都齐了的感觉 嗯 可能就比较搬配了 选的好 浩瀚如海的力量 这不是山林是海 啊 应该也是一样 哦 实际上还有这个 而且还叫这种 流淌的效果 流水的那个效果 鳞片啊 鳞片为主题 是吧 美人鱼耶 美人德鲁 德鲁美人 德鲁鱼 德鲁人鱼 然后图腾啊 海洋图腾是吧 海洋纹身 就是一个鳞片啊 其他的就看不清 怎么跟海洋有关 啊武器 嗯 法杖 嗯 还行吧 挺酷 另外一个呢 这是什么呀 盾吗 图腾 啊 可能是德鲁伊 贝贝德鲁伊的武器 我们这也没见过世面 他那个流淌效果 挺帅啊 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然后是死灵法师 然后是你的你的了 我这个好像看着我金光闪闪 为什么死灵法师像这么埃及 艾伍式的作种呢 就埃及那边 对跟死灵关系比较大 母乃伊什么的 沙漠曼陀罗 名字也很帅 这是一个纯防具套件 看不见脸呢 这个一样啊 这是一个挂式套件 死亡挣扎 对生死套件里面 背上挂着的是 死灵法师背上挂着 是这种东西 骷髅 法杖 是什么 哦哦哦哦 这个好帅啊 有没有有没有 召唤那些灵魂 是吗 嗯嗯嗯嗯 这个有点帅 起来干活了什么的 然后最后的牺牲啊 钻属墓碑 我怎么不是背后挂的那个东西 也挂在这呢 为什么是箭呢 我也不一定用箭呀 我不是用镰刀的吗 大胆的选择 大胆的选择 你的死灵法师 就是这种金光山山的 但是我怎么没有那种一套 什么都有的呀 纹身就没有 就是沼泽 嗯嗯 是吧 你看也是一套防具 嗯嗯 好我们看盗贼啊 侠盗的 荒逸看守者 哦哦 名字都挺酷哈 身怀绝技的侦察兵 穿梭绝技的侦察兵 回音啊 回音啊 哈哈哈 你看一般大天 说话都 一般人有大boss 说话都带回音的嘛 弄的我不想 不想说了 不想 然后看致命盛装 确实挺好看 这个有点像那个 刺客信条 嗯 你看他身上还有暗纹 你看帽子上 还闪闪的 所以他转来转起 还闪闪的 你看你看 还是银线的呢 有点好看耶 杀手斗篷 嗯 嗯 这是用来 摟脚 摟脖子的 手套 嗯 颜色挑战 狩猎工具 啊 这就是画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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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可爱耶 哎等一下 怎么呢 这个不是送的嘛 就是参加工厕之后 你完成什么什么任务之后 就送的嘛 是吗 当然他送的是黑色的狼 哎呦 好可爱呀 所以这个感觉有重复利用的嫌疑 我不知道那个送的狼什么样 但是这个好可爱呀 这个狼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跳出来 它一直只会睡腰 哎 你看这是个小腰篮 上面还 上面这个还能放下来 就是盖住 对给盖住 哦哦 它会动眼 哦好可爱呀 嗯 嗯 好可爱 狼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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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哦 有点帅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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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行吧 嗯 这个挺狭盗的是目前看的最帅的 魔法魔法史啊 就法师 我懂了 哦 哦 果然有这种奥数流淌啊 以及就这种魔幻啊 法师的这种感觉啊 嗯 这叫物数束缚 崩溪魔法皮剑 什么意思 崩溪魔法皮剑 崩溪魔法是什么 就是这个魔法就碎的呗 非常啊 啊 你看 所以这些挂 它是有属于它的上层的配件 崩溪魔法配件吗 崩溪魔法就是这个 嗯 就说 如果你跟它配了一起可能就 比较好看 更好看的这个意思 非常好 哎 但怎么怪下 哈哈哈 就是法力耗尽了吧 目前看 就我那个死灵的那个动作是最帅的 啊 这个昏唇昏剑 哦 留下来像一个传送门一样的东西 嗯 沙之魔法 他让你动心了 对吧 嗯 嗯 这有点 法师 法师的东西都比较帅哈 不管是死灵法师 还是活灵法师 丝绸 这种质感哈 嗯 这这不就晒吗 穿成这样穿梭于沙漠太像时间的话 可能就那块正好晒出两个图腾来 对啊 拖下之后就这里这里就会晒出这个黑衣来 这是图腾啊 奔系魔法 哦 这身好帅啊 嗯 有点想换职业了 但是我那本身的死灵魔法师的也挺帅 所以有点纠结 哦 他的 这是 很惯啊 嗯 哦 闪电 哦 权杖 嗯 你看就是高手用的 但是这东西拿哪头啊 这是法杖 嗯 法师的反正算挺华丽哈 嗯 哦还有坐 嗯 啊 非常好 这是什么 卤水之遥 嗯 人可以战成潮汐 反正就是 在沿岸 啊在海岸 在海岸 灭杀 嗯 有那种主题 所以就挂着一堆真是 海草 海藻 从海里面打完仗回来挂了一身海藻 它也是套件哈 嗯 就是把什么雕像的脑袋给 做齐战利品哈 所以这个做齐 这一代做齐它做齐本身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盔甲 做齐的盔甲 嗯 然后这个做齐的战利品啊 有这三个部分 但人家说了不包含做齐 哈哈 做齐还得资金嘛 哈哈 嗯嗯对 古时期之后你在游戏里面 就会解锁做齐 四海之瓶 嗯 两个两个 这两个是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好看的东西是吧 嗯 这个有点脏脏的 它整个的主题就是脏脏的 被海水侵蚀的 还挂了好多海草 嗯 死亡的重大 这个可能适合死灵法师的那种 非常好 看起来有点疙瘩腿 嗯 不是会很舒适的样子 嗯 这是个啥呀 哦 脑袋上披额斧 好华丽啊 嗯 就是你 虽然是你喜欢的职业 但是有点敷衍 你不喜欢的这种装饰 嗯 血魔降临 大胆的选择 应该是吧 骑在苍白马屁之上 它是它的鲜血都放干了吗 血性主教的奴仆 已经开始为凡人追溯的 这种装备 哦 这有点帅啊 哦 这个挺帅啊 这个马匹装饰 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吧 嗯 嗯 那这个还是目前为止 我看的最好看的 嗯 这上面这块也不太行吗 哎 哈哈哈 这这这也让人不太舒服 三重噩梦 啊 啊 非常好 这马身上怎么了 好残忍哦 哦 这是它的皮肤就是 啊 这是做起本身的外观 嗯 做难道做起也有这种什么 纹身之类的吗 可能吧 有法术什么 但是好残忍啊 就做起本身啊 他做起本身的皮肤 以及做起护甲 嗯 还得完成什么任务之后 嗯 哦 这个也挺好看 嗯 这什么山上会的传绿 哦 这好像都是金银做的 金银铜做的 金银银 嗯 这个有点好看 邪杯 嗯 嗯 好像 啊 然后这些是 啊 然后这些是他重点推荐的 我下面没看到的 嗯 首先这个是 我的 对吧 是 他这没写是死灵法师的吗 他都叫幽灵领主 对啊 他只能这么 靠猜吗 熟练的死灵法师 对啊 对啊 他就应该有明确 这是死灵法师专用什么 这样 嗯 好帅啊 嗯 他的这个外观 改造程度就很重 是不是 嗯 辨识度比较高 这一身很帅 也挺贵 嗯 红身 哦啊 骨头 红身到一般般 盾 盾盾牌的早晓 哦 盾牌挺帅的 放在手臂上 剑 还行吧 剑就正规中局吧 对啊 挺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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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不浮夸 所以辨识度比较低 这是谁的 野蛮人的 难以抗拒 也是有背景故事哈 当萨卡拉姆军队洗劫两个 萨卡拉姆军队洗劫 算了不变了 你看大boss说话都是带回音的 我给你人工制造回音 我是boss嘛 我是那个打倒boss的勇士啊 对啊 然后屠龙者终成恶龙啊 故事不都这么写的吗 这俩帅哈 特别还有像爱因斯坦的黑板一样 密密麻麻学上的东西 为什么是爱因斯坦的黑板 不是应该是什么卢恩文字之类的神秘文字 我这个斧头好帅啊 黄金斧头 嗯 双手斧啊 双手锤 嗯 这个锤子感觉很适合你 他叫天直中锤 这叫宏伟大佛 好普通的名字 就是 这是不义之财 是盗贼的吗 非常好 每个职业都可以用的 它就是一个挂式啊 你看这个挂式就1000 嗯 为什么同样的挂式 你看这些挂式是800 因为它是全职业吧 这些你就只能固定职业能用 是吗 这个只能固定职业吗 应该是非常好 它都前头有那个 啊 这底下底下有试用职类啊 嗯 试用职业啊 对啊 上面这些可能就是全职业都能用的 你看它也有试用职业的 也是野蛮人 哦 有点帅啊 等一下 但就是啊 所以还分 所以说 暴雪内部有对他们的一个 呃 好不好看的造成审美定义 是不是 嗯 那个那个动作看一下 嗯 你看这是2200 嗯 同样数量的 2800 嗯 这2400 就华丽版的和普通版的的感觉吧 你看这个2800 嗯 这个2400 嗯 给的数量是一模一样 嗯 嗯 就是说这个显得更漂亮呗 像这种 我懂了 啊 这是上中未睡而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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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就贵的可能就有点不一样啊 更更华丽是吧 哦 贵的就更 动作也变得更多一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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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也带着音效就好了 应该会有音效吧 然后带一下 哈哈哈 就是 他刚敲那个钟啊 哈哈哈 把自己给敲死了 黄金之重啊 这是座棋 也是你那个贵啊 对 也纯金的东西都是 铁块啊 他也送这个座棋啊 嗯 就普通的嘛 哦 哦 看起来好华丽啊 啊 他是眼睛也给保起来了啊 眼睛嘴巴都被保 所以他这个贵出来的这个400白银币哈 就是就是打造眼睛和嘴巴的地方 哈哈 啊 就是那个钟 赞美诗 哎 税收 这会是纯金的 啊 之前是金铜银 现在是纯金 现在是纯金 这就是法师吧 这个好看 这有点那种什么 印度还是哪块的那个风 嗯 这个套装展现了这些法师们坚强意志和 渊博 渊博知识 渊博知识 感受到渊博的知识了吗 娜娜是小狗 娜娜是小狗 哈哈哈 你记得这么说了 我感觉到后面会有很可怕的事情 会发生 我懂了 我再看这是德鲁伊吧 嗯 为什么德鲁伊的看起来都刚刚 怎么怎么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 常年生活在深山野林嘛 荆棘 受苦方能知晓真理 德鲁伊的 感觉德鲁伊 有点辛苦 看他的纹身啊 啊 就是荆棘 就是受苦受难啊 嗯 嗯 就是受苦受难啊 就是受苦受难啊 嗯 毁恨 他的武器 嗯嗯 是一个人皮耶 看到了吗 一个人的头的皮 嗯 嗯 这看起来好痛哦 就这个 啊 德鲁伊的感觉相对一般般哈 赎罪手段 大胆的选择 哦 哦 没有那个小狼狼 这好像也是德鲁伊 哦 德鲁伊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德鲁伊不就是就这种嘛 在就那种奇怪老头的那种感觉嘛 就生活在深山老林 哦 九尾 九尾 会变成狐狸 然后召唤出一只狐狸 哈哈哈 不是说自己 自己编 编打自己的 那跟九尾有什么关系啊 就就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叫九尾 哈哈哈 我以后会变成一只狐狸呢 悔恨的实践 忏悔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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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个一般般样 嗯 德鲁伊的怎么感觉 野狼这应该是刺客哈 嗯 难以抗拒啊 哦这有点帅哦 他的这个主题是啊 传说有一个遭到遗弃的孩子 嗯 然后被狼什么抚养长大 什么这种吧 传说也有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嗯 拥有野狼的灵魂 嗯 他的纹身野性之间 嗯 感觉 看出来 是什么 但是比刚才那个好看 这有个狼头啊 反正就是没有那么大的 什么冲击 视觉冲击性 什么的啊 哦 哦 嗯 嗯 那这个更更像德鲁伊的那种 风格的感觉 不过 既然他的 这些野狼的孩子 那这个孩子的话 那也行 哦 嗯 帅 是 是用狼牙什么的做的 嗯 立种 嗯 这这两个都是匕首 哦 因为是近战的职业 嗯 就是是那个就是走速度流的职业 所以都是匕首 就是说他这个完全跟 决胜时刻那边 同样在暴雪旗下 完全学了这个决胜时刻的 是吗他俩是一家的 对啊对啊 就决胜时刻那一套 可能卖得很好 对啊相当好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直接用花钱 花钱买的 就是用花上游戏里赚的钱买的 不是不是 直接花那个实际的钱 花韩币 8700买一个马 不是他就配套四个冻小巷 里面送首先是冰豪利亚斯 这个做旗 选得好 就是白马 其实就是白马 然后受了一些冻伤的一个白马 这匹马的故事呢是 他是一个小马 半尾小马曾经负责运送尸体安葬 然后是起始的终结的 对吧 这什么东西 试用职业是三个职业 匕首 还挂着两个大蒜 就像木头 像铅笔一样 那你说了吗 本来是婴儿床的床脚 有点什么哲学什么的意味在里面 本来是新生命诞生的 现在应该终结生命什么 有意思的选择 两个职业能用 就斧头 好像也能当铲子用的样子 这把铁铲 这把铲腐既能造成死亡 也能完成后续遗体处置 不知道这些武器会不会有相应的动作 为什么总是挂大蒜呢 就是整个这个主题的什么的统一性吧 然后再送800枚 才送800 游戏里面的金币 那你用这个800 你还可以再买个挂饰 就只能买个 那这个东西好像三天还轮换的样子 就是你现在不买的话 这个也是跟绝生时刻一样 但绝生时刻是你即使不买 他也能随时回来买吧 不是啊 他也是页面上给你呈现的东西是有限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会被替换成另外一个 然后之前已经替换回去的你 后来你想买可能也很长一段时间买不到 就搞这种战略知道吗 饥饿营销呢 这个白金币怎么买的多少钱啊 怎么个兑换 相当于200 这就跟绝生时刻的那个 这不便宜啊 汇率差不多啊 然后你买的越多 这个越合适啊 所以最终变得差不多就是 一对一 十对一 就是说100英币相当于10元韩币 他要是这个武器有什么很华丽的功效什么的 就是伤害很高 感觉以后会出啊 感觉以后会出 不可能会要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决胜时刻 他们是怎么卖哈 因为他们这一套玩的玩了好几年了 弄得很熟练啊是吧 我感觉他们比如说这些东西 在决胜时刻里面一样 可能以后 以后这些防具可能会带很华丽的这种 什么闪闪发光的这种特效 可能有什么特殊的攻击效果 用这个东西你打的时候 可能有什么 雷击效果啊 华丽的特效啊 当然不会有实质性的这种 什么伤害增加等等 数值没有改变 但是就那种外观啊 可能会有一个 以后会有那种更华丽的东西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决胜时刻的商店画面 首先它也是这种组合包的形式呢 套件的形式 然后一开始它也是啊 比如说就有枪械的皮肤 就这种枪械的皮肤啊 它不会增加实质性的这种功能啊 什么让这个枪变的更厉害 不会有这些东西啊 它就会提供一个皮肤外观啊 以及枪的挂件啊 挂饰 以及还有各种什么能彰显你的东西啊 然后也带这种 怒海深渊 月神 然后也卖这种皮肤啊 就刚开始是只是外观 没有这种华丽的特效啊 然后就开始卖 然后越来越升级这种 就越来越升级 比如说枪械啊 嗯 这个就更贵 枪械效果当中又增加什么 它的子弹弹痕 子弹效果 然后 用这个枪杀死敌人的时候 敌人的死亡效果等等啊 就增加这种东西 谁能死的时候 在头上有一个什么球 这样啊 因为这个主题是跟篮球有关 脑袋就变成篮球了 因为它的主题是一个 用NBA球星啊 杜兰特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套件 它也是每个套件都有它相应的主题 然后人物皮肤也是 人物皮肤也是 后来推出的人物皮肤又带这种 什么发亮啊 发光闪光啊 流星啊 什么流粗啊 各种各样 就这样的就变得更贵 就让你更想买 然后你看这些枪 也是什么 都有什么 它的击杀特效啊 子弹弹痕特效啊 而且还有还卖激光 描住的激光啊 在这上面也搞什么文章 嗯 感觉暗黑的路还很长啊 暗黑的商店套路还很长啊 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暗黑破坏神4的商店哈 好那我们开始去玩吧 你选什么职业 我还在死灵和法师之间纠结呢 我感觉死灵变笨了 这会儿骷髅没有之前的聪明了 以前的骷髅看到敌人自己就上去了 现在还得等他们敌人咬到我了 他们才会去打